大頭大頭 我家的燈泡壞了 你幫我站一下嘛 你哥出去打工 一年多沒回來了 你看我一個女人在家 不好搞啊 也是 大嫂 我這哥呢 長年累月 都到廣東裡面去上班打工了 不過他也累啊 畢竟要照顧你跟孩子們 燈泡壞是吧 是啊 就打開 重新扭進去就可以了 壞了一個還是壞了兩個 壞了兩個 兩個都壞啊 我都不懂得怎麼扭 同時扭進去可以嗎 不會扭呢 拆開再到外面去買一個型號 一樣的 兩個是吧 那就買兩個 你買回來 我晚上我再幫你換 我先過去產豬屎香 這樣子啊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型號呀 你拿著兩個舊的 拿到外面市場上去 對著 你就不知道了嗎 也是哦 去那些門店裡面 問一些老闆就可以了吧 是的 你也知道 我的單身寡老的 幫人家養了那麼多豬 等一下那豬 不進食的怎麼辦 我趕緊去拔那個豬屎 大嫂啊 你都一把年紀了 怎麼還沒結婚啊 不是我不算一級 我哪裡有我哥那麼優秀 他人嘴巴又甜又能幹的 又能賺錢 在廣東那邊 是吧 我一個子刮老的 在村裡面的 表演看得上都不錯了 跟我說 我還還沒接觸過那些女孩子的 一見我就臉紅了 我覺得你人挺老實挺好的 這個年齡了應該找個老婆了 我知道 坐下來我們聊聊吧 我知道大嫂對我的一切良苦用心 可是我呢 我呢就 還沒怎麼有這方面的經驗 跟你孩子聊天 這種經驗找著我就可以了 我懂得多了去了 你還懂得多 對對對 我也是女的嘛 對對對 畢竟嫂子以前也是一個女孩子 我哥追回來的 對啊 女孩子喜歡什麼東西呢 一般的 女孩子啊 女孩子喜歡逛街啊 買衣服啊 逛街買衣服啊 對啊 唱唱歌啊 喝喝奶茶 唱唱歌啊 唱唱歌 那還還喜歡什麼 坐那麼去的 這櫃 等一下摔下去了 那女孩子還喜歡什麼東西 女孩子喜歡男人疼啊 那女孩子 她是不是喜歡什麼類型 男人人高馬大帥氣的 她才會跟的是吧 像你這種我覺得挺好的 挺好的 那我也不懂多 這個女孩子其他的方面 譬如說她 呃 那 哎 有什麼秘訣沒有 就是 不用花錢 然後你一下子 就把那個女孩子 給親回家當中 你來我家 我教你 啊 啊 怎麼了大頭 哎呀哎呀 那 今晚去我家我教你 這樣啊 幫我換燈泡 我就教你 教你怎麼去取怨女孩子 好 是嗎 就一言為定了 那 那我 嘿 姐姐 單身問題 就靠嫂子你了 哎 你放心好了 包在嫂子身上 哈哈 今晚九點半哦 九點半 哎那小孩睡了你就過來哦 嗯 那晚上不用換燈泡嗎 嗯 沒事什麼時候的 我等一下要出去逛一下 九點半 呃 回來小孩也睡著了 也差不多了 那行吧 哈哈 好好好 我晚上幫你換燈泡 哎 記得哦 記得九點半就到哦 兩個是吧 嗯 兩個燈泡 行行行行 好 我去忙了啊 好好好 你去哪裡啊 我去飯店 哦 那我去鏟住吃了 好